神笑牛,不要在意别人在背后怎么看你说你,因为这些言语改变不了事实,却可能想乱你的心,心如果乱了,一切就都乱了,理解你的人,不需要解释,不理解你的人,不配你解释,人贵的大器,要学会对自己说,如果这样说能让你们满足,我愿意接受,并请相信,真正懂你的人,绝不会因为那些有的。 没有的而否定你,牛年生缘,英勇自傲,喜欢众所周知,男牛精明能干,女牛聪明灵秀,终身较为平顺,少年时自有多福,不会有物质方面的匮乏,终年时抓住时机能家叶星龙,老年则有福寿之命,正派而高贵,寿人敬仰,到了2018下半年才气大旺,他们不但是作业上,更为顺利,而且在才细 地上,政策天才都迸发,赚钱多,攒钱多,一起耶自己急于求成急于求成,伙伴关系紧张,小人也暗暗作祟,一劝蛇牵动唇蛇对错,所以白师应多寻求沟通与协作。 不要因为一些小事,而与周围人发作邪戏,尽量将人为阴司的阻挠,减少到最低位移,属相牛的人从九月,破财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,拉那一去,想破财都很难,属相牛的人在工作上面会越来越顺心,身边有许多潜在的贵人在帮助你,许多很好的发展时机,陆陆续续的到来,属相牛只是多添加一点点勇气, 英勇的向前跨进一步,就能获得成功,让财神进门,抓住急于数项,牛一定要充益勇气,不要怕吃亏,属牛的人,为人低调,无论任何时候,都替别人考虑,贵人运也好,分源极佳,尽管他们不善于表达自己,总是敬仅贡献,九月,属牛人可以迎来得极佳的运势,工作傍边是半工匪, 采气水涨船高,超轴的体系可以得到领导的器重和喜爱,又提升了时机,前途不可限量,裁员广将,属相牛在2018年下半年,有两大贵人幸飞入命阁,老人们,钟宽宏大度,遇到太阳星入命,再加上获得贵人的助力,更会有意外惊喜不断传来,时来运转,家庭幸福,有贵子, 财气工作均相宜,保证了整年好运的根基,甘露随观出现在路人工,甘露是专门随望官命运厂,利于升职加薪,连续高升,古代于甘露比有高光厚禄,利于工作工作发展,属牛等人人生转机的重要时间,一定要不失良机抓住时机, 他们愤怨暴升,朋友众多,可以在朋友的带动下球才有道,树牛人开运锦盲,万般皆是命,万点不由人,树牛人要知道人的心有多宽,人生的舞台就有多宽,如果不能打碎心中的壁垒,即使给你整个世界,你也找不到自由的感觉, 人生的坚持,就是学习的坚持,尽管是遭遇困苦,但是我们却是能在一次次的苦难中去成长,重新的去爬起来,这就是奋斗的人生,总体来说,树牛人的运势,算是很不错的,就看自己会不会把握机遇,遇事三思而后行,遇人相处稍大圆滑,好运势会降临在自己身上, 建议树牛人可以成适配的守护士配饰,可压制自己的心火,祝你夺逢贵人,远隔小人,事业顺利,万事安排,树牛人者数转运狩猎,才愿事业欢迎必备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